美国总统拜登昨天批评共和党候选人川普的支持者是垃圾 此言一出引发争议 不仅惹怒共和党人 而且可能伤害民主党候选人贺锦丽的选情 贺锦丽今天试图与拜登保持距离 川普最近在纽约举行造势集会时 上台暖场的喜剧演员辛奇利夫嘲笑波多里格是漂浮的垃圾岛 引发拉美丽选民的反弹 对此拜登昨天在一场视讯会议期间表示 我看到的唯一垃圾就是川普的支持者 他将拉美丽妖魔化是不可理喻 也不符合美国精神 拜登此言引发了渲染大波 并且遭致共和党人抨击 美国媒体先前报道 贺锦丽的幕僚担心拜登拖累选情 以拒绝她愿在竞选活动中 以贺锦丽同台露面的提议 针对拜登的失言 贺锦丽今天在华府附近 安德鲁联合基地告诉记者 听着我认为 首先她已澄清自己的言论 贺锦丽接着指出 但我要表明 我强烈反对基于人们投给谁而做出的任何批评 贺锦丽强调 她将成为所有美国人的总统 无论你是否投票给我